確定之後的話 這個地方 結果怪怪的 也就是應該要有個結果 應該是什麼 0551才對 結果出來居然是這東西 如果你將來遇到這種狀況 其實直覺就知道 按右鍵 儲存個格式 它裡面 假如那個格式是文字的話 它就不會顯示結果 而會顯示公式 所以怎麼辦呢 很簡單 切回到通用格式 確定之後有沒有 它不會馬上更新 那要怎麼更新呢 優標放上面 再打勾輸入一下 或按Enter都可以 就OK了 所以以後遇到這種狀況 你就知道該怎麼解決 不然有的時候 剛剛同學就遇到這種狀況 額外說一下 那再來就是說 剛剛這種方法 其實後來我想了一下 其實不需要這麼麻煩 如果將來你遇到什麼 像剛剛有同學問說 這個地方就是三碼 這個地方也是三碼的話 那你可以什麼 就乾脆給它一個三碼的資料 就是說 用一個函數就是格式化 這個格式化有點像是文字裡面 自動變三碼的 比如說我今天假如這個範圍 Ctrl 這兩個 Shift向下 如果你要怎麼樣 把這個範圍 假設這個範圍裡面 Ctrl Ctrl Shift向下 Ctrl Shift向下 把這範圍全部全起來的話 那在格式裡面 按右鍵儲存 儲存格式 這個範圍如果我希望讓它顯示 全部都是三碼的話 有什麼方法來 最簡單的方法是 制定一下 在這邊改成什麼 三個零 按確定 有沒有發現 全部都變三碼了 但是喔 它裡面放的資料 其實還是兩碼 還是一碼 它只是怎樣 格式上面幫你變更而已 但是如果說你今天 不是格式上的變更 而是裡面的資料 也要變更的話 那就需要 記得一個函數 那個函數 叫做TEST TST 那比如說我今天 如果我不用這個方法的話 我要用第二種方法 比如說我這邊把它 通通清空好了 假設就把它再換掉 剛剛那個方法太複雜了 我換一個比較簡單的方法 等於什麼呢 一樣09 end 然後這一個 然後end 這個跟前面都一樣 減號 但是後面如果是end的時候 我如果要用什麼 用那個不用rept 加len 我可以用另外一個 它是隸屬在文字函數裡面的 一個叫TEST TEST 這個TEST 除了說可以幫我格式化成三碼之外 它還有一個主要用途 將數字轉成文字 有沒有發現 剛剛value是什麼 將文字轉成數字 所以它們兩個剛好是相反的 不過TEST 它除了說可以幫你把數字轉成文字之外 它還可以怎麼樣 再加 比如說我今天 我把這個給它 G4 如果你在後面format test 如果你不加的話 它就幫你把它轉成文字 如果說你要給它格式的話 記得給雙引號 後面補上三個0 它除了說幫你把數字轉換為文字之外 還會幫你轉換成你指定的格式 所以它兩個 等於是做兩件事 第一個 數字轉文字 第二個給一個格式 再幫你放在你指定的這個公式裡面 按確定 有沒有發現 084 那後面的話也是一樣 把這邊Ctrl C Ctrl V 貼上 那這邊改成什麼 改成H就可以了 或者這邊選舉它 點H4 這樣打勾 就做完了 所以好像反而 這個應該簡單許多 就不用說 像剛剛那個邏輯 這個也是某電信公司 他們的那個資訊主管 提出來的要求 這是他要求 他後來發現說 幹嘛那麼麻煩 還怎麼轉個彎 還用3減掉L 你不如就格式化就可以 所以解決的方法 每個人的想到的都不一樣 那我想到 我就格式化就好了 我幹嘛還要這麼麻煩 還要在那邊用 REPD加LEN 最後的話呢 把它點兩下 結果一樣完成 不過用函數的話 你會發現它Key這麼多 那如果每天都要Key這麼多字 其實也是麻煩 而且如果你範圍很多 或者多個工作表 你還要再做一次的話 那最好是可以 改成什麼 改成另外一種做法 什麼做法呢 最好你可以產生一個按鈕 當我按下它的時候 幫你自動完成 另外一個清除 按下它 自動幫你清掉舊的 OK 這邊示範一次 按下去 自動就幫你輸出 再幫你按下清除 自動幫你清掉 這個是怎麼做的呢 後面就是寫VBA了 那會不會很困難呢 其實不會啦 程式只有三行 觀念跟剛剛的 似乎是一模一樣 只是說你要把它轉變成 讓它自動幫你把公式 或者是結果 放在你指定的儲存格裡面 就完成了 那清除的話也是這樣 按下清除就把你指定的範圍 裡面的資料 全部丟空白的東西 空白就是兩個雙引號 就是空自串的意思 那這個是第一個 就是說呢 我們VBA的應用 可能是一個按鈕 觸發它 它去幫我做什麼事 第二種是什麼 可不可以老師 那可是我的需求 不見得是按按鈕 我希望 我只是要簡化 我原來公司要寫這麼多 我希望按下去之後 我就三個格子 讓我填完之後 結果出來 那要怎麼做 所以這個是第一種方法 這個用的好像會比這個多 第二種方法是 在插入函數的時候 那很多同學會說 老師那有沒有一個函數 可以做完我這件事 如果沒有 我可不可以自己來產生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制定函數了 那如果你制定好一個函數的話 這個是已經做好的 現在應該是沒有啦 如果你有制定一個的話 在使用者定義裡面 就會出現 你定義好的那一個函數 不過如果你們什麼都沒寫 這個不會出現 我把它點下去 使用者自定義 那我就寫了一個函數 反正名稱自己取 我取一個手機按確定 會跳出什麼呢 指定的那個 就是那個視窗 在這邊選他按確定 他會出現什麼 一個蘿蔔一個坑 電信業者選他 驅馬選他 末馬選他 給他了 他給你什麼 最後的結果按確定 然後呢 你就把它點兩下 事情就解決了 那這個好處是 應該比你剛剛要想的公司簡單多了 我想再笨著也知道 上面明明一個蘿蔔一個坑 都還做錯的話 那是他的問題 不是你的問題 這個是比較常用的兩種 那種VBA的做法 那只是說呢 你要怎麼去做這件事情 這個裡面的話 需要做一些設定 就是開發人裡面的Visual Basic 這邊寫一下就好了 那可是喔 可能有些同學有接觸過啦 有些救生 有些是新生 你們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要完成這個 跟這個 請你先找到開發人員 預設是沒有的 這個原來是沒有的 那你要怎麼把它叫出來 請你在這邊點一下 這邊有個開發人員 預設是沒有喔 其他命令 倒數第二個 找到 制定功能區 裡面呢 會出現一個開發人員 預設是沒有打勾 所以特別之外 這個箭頭 倒數第二個 制定功能區 把這個打勾 這樣就會出現了 打勾之後 確定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再到 Visual Basic 這邊把它按下去 它就會跳出 一個視窗出來 那我的習慣是這樣 我把它浮動在上面 所以請你把它稍微縮小 讓它浮動在上面 為什麼要浮動呢 因為你等一下做的動作 你要命令它 是可以看著後面 去撰寫你要的程式 那一邊寫一邊寫 就可以把它寫出來了 這個我想各位先把 剛剛的動作先完成 那等一下再看看吧 也許今天時間可能不太夠 可以先讓大家了解一下 怎麼做這個 那下個禮拜我想就是 在按部就班 細附的跟各位講 反正就這一套 這一套會五個函數 轉換成VBA 用法都一樣 所以你把它熟悉之後 以後你慢慢寫 寫習慣之後 你就可以很快寫出 你要的東西了 好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先試試看 就是先那個 做改成那個TES 記得喔 就是說 格式部分一種 另外那個 000這個一種 兩種 等一下再來看就是說 VBA的兩種 一種是按個按鈕 自動幫你把指定的範圍裡面 自動幫你填入需要的結果 第二個是 自己定義出一個函數 那這兩種我想已經綽綽有餘了 如果你工作上面 有這些東西的話 我想應該會簡化滿多流程的 那至於哪一種 你覺得比較OK啦 你就是要試情況去使用 好 好